记者于恒新北报道,担任铁工的39岁潘姓男子,日前骑乘脏车连续在新北桃园犯下三骑抢夺案,经树林警方窃而不舍追查,金晨在盘南住处楼下超伤歹人,警方查出他过去也曾因抢夺案落网,十年后再度被抓痛批其不知悔改。 树林警方表示,有毒品及抢夺前科的潘姓男,本月13日涉嫌在辖内玉英街飞车抢夺高性富人皮包,但他一应过度紧张,得手后又将皮包落在马路上,隔天新庄化成路也传出类似呛案,两地警方遂联手展开追查,经过调阅周边监视器,发现潘姓男在新庄回龙一带航窃机车后, 从本月12日起连三天骑乘赃车行抢,他选定清晨人烟稀少的路段,尾碎被害人后再加速靠近抢包,抢的手机,提款卡及现金共计近一万两千元,最后逃回三峡复兴路住处,警方掌握潘南住处后从昨晚派人埋伏,今天早上六点多见他下楼进入超商购物,立即上前为补并寄出相关赃, 政务 警讯时潘南宫称,因为父亲离病需要医药费,但工厂停工导致他缺乏收入才会行抢,但警方高度怀疑他是缺钱买毒,全案讯后一抢夺罪移送法办 警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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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察